下一套先講一些公式數據 主人工見到裸體類主要的時間比較 落地騎士是2分28秒 學戰都市是2分32秒 這套罪弱無敗神裝紀錄就3分15秒 即是甚麼差了 今日股市報告完畢,謝謝收看,拜拜 不是,你要說,以上主持沒有持有以上三套的Bull Ray 或者DVD或者任何東西 而大家明白為何是罪弱 真是罪弱,那為何是無敗 因為他只有裸體 不是,主人工有兩把劍 一把劍用的時候是罪弱,一把劍用的時候是罪弱 應該說罪弱的時候是罪弱的時間是罪弱 但為何是罪弱呢?因為他不止益的罪弱 他已經贏了 我們接下來要講那套就是罪弱無敗 神裝紀錄 這套東西,我先用一個蓋固字眼 他是屬於魔法戰爭則的故事 魔法戰爭則的故事 你可以這樣去說 不過那些是有機設問題 這套東西裡面,他滿滿的設定 我都覺得是非常古怪的 首先,他說的故事 有一個王國 他被革命軍起義打敗了 而革命軍僅僅靠一部神倉機籠 將帝國軍的千二個士兵全部斬殺 很厲害,被稱為黑色英雄 然後由革命軍組織的新國家 就開始統治這個國家 故事就是由他們統治這個國家之後 我們的主角 經過了三分幾多秒? 十五秒 三分十五秒 之後他就成功推倒了現任國家的王女 不是,他是盡量一池春勢 不是,別這樣說 通常一開場白,說男主角經過什麼 都是說幾年的修煉 他都免得經過 現在已經變成這些了 他都免得經過了 直接掉下去就算了 而,究竟主角是一個什麼身份呢? 主角其實就是 可以女裝的一個男角 就是前帝國的王子 就是因為這個帝國被推翻了之後 男主角就不知道為什麼被推翻了很沉重的債務 這個債務我不知道是怎樣來的 總之也是說他很窮 戰敗國當然要賠錢 那你是找個國家賠錢 忘了國了,我怎麼賠 這個有種的 記得國家的法人團體 國家忘了就不關我老闆的事情 而且,債權人 主角不知道是第幾王子 而且更是忘了國 那國家已經不存在了 那還關什麼自己賠國的事呢? 而主角現在在這個國家的身份是什麼呢? 他就是眾人的勞博 工具人 是的 那麼像那些什麼小子化國家的 那他真的叫做什麼呢? 簡單來說就是 在這個國家裡面的打閘 一個公務員的打閘 總之這個國家有什麼需要呢? 他都要去幫忙 即是萬事屋那些嗎? 也不是去到萬事屋 其實他至少沒有錢收 哈哈哈哈 他為什麼會經過了三分十秒之後 進入了這個女子浴場呢? 原因就是因為那個女子浴場 本身是一間女校來的 這間女校裡面的這個理事長 就想拜託男主角去幫她 所以就不小心進入了浴場裡面 沒有絕對的關係 是沒有絕對的關係 不過他是這樣不耐 你明白工作途中送便開小叉 小叉小叉下去 很正常的事而已 其實是不需要原因的 你可以看到天有塊手筋 就會跳上去也可以的 而當然你說故事裡面 其實就是因為他們看了這個王女的裸體 然後這個王女自然就要 不是 重點王女裸體肚子的樂印 是的 那個樂印其實是一個奴隸的象徵 是帝國軍奴隸的象徵 即是他以前的國家 曾經做過奴隸 是的 他以前的國家是前奴隸 他現在就是公主 所以被人發現了 但其實是很有趣的一件事 那個公主說什麼呢 我不想被人看到這個樂印 但接著你在浴場裡面洗澡 但不想被人看到這個樂印 那個邏輯真的很難理解 其實是神邏輯 你不明白嗎 我第一回答已經吐了這件事 即是武器是給我們看的 武器不是給裡面的人用的 這個邏輯是遷路於齊 如果是這樣的話 王女是應該要殺死整個學校裡面 所有的女生 他才能夠解決這個問題 你不想被人看 你只屍一家浴場充滿算了 為什麼要上學呢 搞這麼多事情 很明顯 如果很明顯就是他根本想殺人 為了他根本是老殘 然後很典型 跟我們上季新番的學戰都士也好 或者樂帝騎士英雄談也好 就是 看到裸體的話 當然要什麼 打我金的你先 不要這樣 單挑 一對一 女主角也是火屬性 不知道為什麼 也是紅色的 有人說他女主角沒有拜過的 很極的 不要緊 但是我們男主角其實都很厲害 雖然稱號上好像不太厲害 但是他也是很厲害的 男主角的稱號就是 其實他的稱號就是 最弱無敗 這四個字呢 是很有邏輯的謬誤的 我理解不了 這種字呢 在英文裡面叫做 Ossimori 中文是什麼都忘記了 不要緊 但是我覺得勉強呢 都是說得通的 因為他叫做最弱無敗 不是說最弱勝利 但是問題在於是 你可以猜和他 那就叫做最弱無敗 不是最弱無敗 就是他沒有參加過任何戰鬥 所以我沒有敗過 我是不會輸給任何人 因為我不會跟你打 在故事裡面 洛克斯他為什麼叫做最弱無敗 就是因為他所有參加的戰鬥裡面 全部都是打和 沒有輸也沒有贏 那叫做什麼 那叫做最弱打和 但是我平手呢 你分析不會包尾 那戰狂不是很低 所以就是最弱 根據這一個 電視台主持說法 一句有骨的語蠟 我要更正一件事 大家如果有看聯賽就知道 和是有一分的 輸是零分的 所以他一定不會是最弱 我怎麼知道他那邊有沒有什麼 有沒有零分的 要和先 和因為有一分 你輸了就是沒有分的 好 阿丹 你場人都輸一定是差的 但是你場人都和的話 肯定排名比你高 我經常輸的那個人 你不給那邊自己解釋 除非他看勝利看得很重 即使有一個打了20場 他有一勝19敗 他都最少叫贏過 其實是另一個問題 那個比賽規則還有沒有解釋過任何東西 是沒有的 好了不如算吧 哈哈哈哈 他又是比了中間 很安心的校校 又被人入侵了 這個位置其實是很搞笑的一件事 就是說當然要打 要打的時候 接著又是說了一大堆的設定 包括了主角的阿妹 愛你 他都是人民的公僕 但不知為何他的優待 就是他可以在校校讀書 你不要理他為什麼 然後又解釋了一對 究竟阿哥你記住 不要亂用第二把劍 算了 立即用了 然後在第一集裡面 當然和王女打 他用了他自己 泛用型的魔裝機龍 的劍 和女主角打 那一集裡面 當然大家看到那裡 就是悶悶的IS 為甚麼呢 因為他不知為何 背了一個很奇怪的設定 我對這個設定 其實我也不太理解 他就是說 神裝機龍的裝甲 其實女性的適應性 比較高 這個就是等於 IS裡面說過甚麼 這個世界用到IS 只有女人 他的好處 IS引擎的核心 好像全世界有限定數量 這個是沒有的 IS有400多個 這個沒有 但是神裝機龍有 普通的沒有 那不要理解 總之量產不要計 都是一件很不科學的事 首先我知道的是甚麼 IS那件甲 是藏在召喚器上 但是 很有趣地 在醉若無霸那套 那套機甲 是可以抽出來 又可以直接放進去 那究竟 那套東西是怎樣放進去的 其實我還是不太理解的 我至少肯定一樣 就是 剛剛你聽到野行者 介紹角色的時候 他說適合女裝 伏筆 你見不見到 很明顯的 其實他扮完女裝之後 他跟女人是無分別的 甚至乎 他可能是在女中 脫榮而出的 那個 以他的容貌 而這套東西 他裡面 當然我們 抽了一些很精華的東西 三集裡面 有很多精華 給你們看 接著 黑色英雄 因為我們主角的身份 就是他當年推翻 第二個的黑色英雄 就是一個人挑 12個人的 這個所謂的 罪弱無敗 但我有個問題 因為我沒有看 他不是王子嗎 但問題是 他為什麼 不可以再用這套黑色裝的原因 就是因為 如果被人知道 推翻這個帝國的人 原來就是原王子 那這些就是家庭糾紛 就是牢牢收而已 還有就是說 這個帝國 並不是靠 現在這個國家 並不是靠 他們自己本身的實力 而是靠家庭糾紛 而無緣無故 就叫做什麼 突然間得到 冷手撿個熱箭堆 尾刀得到技能 可能他這樣說 嗯 我都明白你的苦放 然後第二集就說 我變身了 我變完身之後 然後有一集就說 我都放心 我變身周圍那些人 應該都很守得秘密的 然後他這樣繞結局出來 哇 你這樣都可以 那王女為什麼一開始會去洗澡 不要緊的 因為洗澡看到那些人 都很守得秘密的 哈哈哈哈 這個邏輯是這樣來的 這是世界的邏輯來的 是那個女校的何邏輯 女校正適合 但對面的男人不適合 所以男人要殺光 那女人留在那裡 那間叫什麼 誠實女校 這個你看完之後就覺得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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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當這樣解釋了嗎 還有說 那也不是很沉重 而第三集的精彩就是什麼呢 好了 接著講到阿富奴奴 就被這個家族 就想找一個有權勢的人結婚 然後接著 他就為了去躲避這個結婚 就找男主角 去扮演他男朋友 但是… 根據問題就是 剛才說了 他是要找一個有權勢的人結婚 那男主角是什麼 他就是眾人的奴隸 很大權力 身分很高 他在女校裡面找不到其他男人 而問題就是 他用的邏輯是什麼呢 你原本是王子 那你的身分就OK 但是… 你明白就是 現在是說現在盡行色 他是前王子 他不是現在是王子 那你找他的話 那… 可以解決了什麼問題呢 我又真的不太知道 所以這套東西是… 會不會就是什麼呢 跟他的… 最弱無敗這四個字 很… 很…很厲害 前面那個東西 跟後面那個字的邏輯 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就是… 現在是什麼呢 前面的設定 跟後面的解釋 是可以是沒有關係的 可以是並存的 可以是並存的 不厲害 總之你明白 所有女人被他吸住 其實都可以吸住了 你不要管那麼多 我覺得搞搞的 應該是前面那一集 跟後面那一集都沒有關係的 會推翻的 下一集就會 他的確是的 因為剛才好像我們說 黑色英雄那個位置 就是… 他第二集 非常之喜歡 碎氣地登場 然後第三集就說 沒事的 他們很搜到秘密的 放心 我會第一集說 我又不是很害怕 第一集會說 不要用 第二集立刻拿去用 而最大問題就是什麼呢 男主角就是說 我不能用 他不停說自己不能用 然後跟著 突然之間 當然女主角有危險這些東西 你唯一可以叫可憐她的地方 就是這件事 那沒辦法 女主角面前當然要掃一下可憐 不是的話 怎麼繼續做下去 要搬一台車出來 要搬一台車 要搬一台車的 其實要保了錢 那這個位置 其實… 總之這套東西就是滿滿 就是… 這些…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在說什麼的邏輯 就是這套東西 我老實說 如果… 用定義來講 他在魔法戰爭四天王裡面 他都是屬於定級 我最後有個問題 如果… 上季那些 他會說 很快已經說 你是我的下附 然後很快就會表白 那這套大家看了三集 有沒有做過類似的事情 第二集 那是什麼關係呢 魯伯 他是我的 魯伯 他是眾人的魯伯 公子就宣言了 就是說什麼呢 他是專屬我的魯伯 現在是專屬我的魯伯 對 簡單來說 他的身份都是沒有提升過的 都是魯伯 都是魯伯 都是刻意 都是刻意 是 沒錯 對 那這套東西 就是我一圓回去 我覺得 我應該會給他最頂級的支援 好 我們去下一套